1891年 一名男婴在埃及尼罗河三角洲中部地区 通巴拉村的村长家里咕咕坠地 他就是马哈茂德·莫赫塔尔 莫赫塔尔从童年时期起 就展现了自己对材料以及雕塑的特殊敏感性 尼罗河洪水带来的大量淤泥成为其取之不尽的创作材料 从很小的时候起 他就开始利用尼罗河的黑色淤泥创作小雕像 在他12岁的时候 他就开始利用尼罗河的黑色淤泥创作小雕像 母亲带着他和两个妹妹从三角洲的小乡村搬到开罗 这座时髦的国际化大都市 当时已经拥有一定规模的现代欧式建筑 他在那里开始接受小学教育 不仅学习阿拉伯语和法语 还对开罗非凡的现代和传统建筑艺术产生了浓厚兴趣 这里我简单插播一下时代背景的信息 1798年 拿破仑徽师远征埃及 奥斯曼帝国联合英国击败了法国军队 1801年 法国军队投降撤出埃及 收复埃及有功的阿尔巴尼亚军事强人 穆罕穆德阿里 被奥斯曼苏丹任命为埃及总督 虽然名义上埃及还属于奥斯曼帝国的领土 实际上随着埃及军事和经济实力的恢复 奥斯曼苏丹被迫授予穆罕德阿里世袭埃及总督的特权 穆罕德阿里家族对埃及的统治 从1805年一直持续到1952年 史称穆罕德阿里王朝 穆罕穆德阿里家族成为这片土地的统治者后 开始倾尽全力建设埃及 大力推进埃及的现代化 其中 英法两国是参与埃及事务最多的西方势力 1882年 英国利用埃及修建苏伊士运河引发的巨额外债危机 开始全面参与对埃及的管控 从1882年至1956年 被称为英国占领时期 随着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听命于英国的穆罕穆德阿里王朝 对奥斯曼帝国宣战 至此 奥斯曼帝国对埃及近四个世纪的统治宣告终结 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 与奥斯曼土耳其 中国 日本在内的当时世界上 大多数古老君主制国家一样 埃及的穆罕穆德阿里王朝 也将目光投向了先进的西方文明 学习和引进欧洲先进技术和产品的洋务运动 在埃及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其中也包括文化领域的产品 建造现代欧式城市新区 不能仅仅依赖欧洲专家 从国内选拔一批优秀人才 进行专业培养的计划 被提上日程 正是此举为埃及现代艺术的诞生 埋下了种子 1908年 由素夫卡麦勒王子 在开罗设立了埃及美术学院 并聘请19世纪法国著名雕塑家 纪姚姆拉普兰奇 任学院第一任院长 这所学校是整个中东地区 最早的欧式美术学院 而默赫塔尔 不仅成为该学院的首期学员 还深得院长纪姚姆拉普兰奇的真传 在那里 他学习了法国美术学院的传统课程 并开始以经典的学院派风格 雕刻创作伊斯兰历史上的预言人物 1912年 默赫塔尔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后 获得由素夫卡麦勒王子资助的奖学金 成为第一批被派往巴黎高等美术学院 深造的埃及留学生 他后来又以访问学生的身份 在法国雕塑家 朱尔斯·费利克斯·库坦的工作室学习 由于工作室的教学方法 以研究和观察古代雕塑作品为基础 这使得他开始关注起 与自己祖国相关的古代艺术元素 而非局限于对希腊罗马作品的研究 他逐步地走上了 与其他同学不同的艺术道路 成功开创了将古埃及美学元素 与欧洲雕塑技法融合的现代埃及风格 与欧洲雕塑技法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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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法